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说一下海贼王910画的几个精彩看点 随着海贼王剧情进入河之国片 伟田在漫画中开始采用大量的日式绘画的手法 对人物与周围的场景进行描绘 桑尼浩进入河之国领域后 伟田借助陆飞一行人的视觉 无时不刻都在向我们传达着日式绘画的特点 写一的山水带有明显日本风格的海浪与鲤鱼 这些都是日本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必要元素 不得不承认随着海贼王一路更新 伟田的画工也在日积月累的绘画中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在这一画中没有引人入胜的打斗场景 但是伟田精心雕筑的画面却非常值得大家欣赏 在上一画中 一级罗宾的造型一亮相便得到了广大海敏的一致认可 而在今天这一画中 对于女艺号纳美 伟田依旧没有利息她的墨比 一身设计精短的短衣领衣裙 让纳美瞬间就占据了广大海敏的眼球 看来除了陆飞等人精彩的打斗画面外 各剧特色的女性角色 也是海贼王一路受欢迎的又一大原因 以上就是海贼王910话的几大看点 让我们期待911话的播出吧